困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他们说 小马 你们领导对你怎么样 这哥们说 哎呀 我跟你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领导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啥原因都没有 就是对我特别好 当这哥们这么说的时候 请问你心里怎么想 一般我们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子 觉得有事了 这里边可能有问题 不信大家上网上去搜一下 领导为什么对我特别好 你搜这个话题 基本得出来的都是提醒或警告 说这里边有事 你得注意言行 你要注意同事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无事献殷勤 非奸计到 咱俩普鲁通通同事关系 你咋对我那么好呢 而且更要命的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里边就有事了 所以大家看 大英雄武松他就贪上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上级大领导就突然对武松 特别的好 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 孟州城兵马都监张萌芳 专门派身边的亲兵 牵着马拿着请帖来请武松 武松受宠热惊啊 高高兴兴上了马 跟着几个军汉就来到了兵马都监府 见到张萌芳施过礼之后 侧身而立 张萌芳看着武松说了一段话 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男子汉 英雄无敌 敢与人同死同生 我帐前现缺嫩的一个人 不知你肯与我做个亲随踢几人吗 大家注意 这张萌芳的情商挺高 他知道武松要尊严爱面子 所以上来劈了啪啦 先给武松夸几句 大丈夫男子汉 英雄无敌 可以与人同生同死 说的武松心里这叫一痛快 这叫一敞量 接着提要求 给我做个亲随提几人 武松当即表态 俺武松就是劳成营的一个秋贩 如蒙恩相提拔 愿意千马坠凳 服侍恩相 那有人就说了 这算不算是武松屈颜覆势 攀附权贵 其实这也不算 大家想一想 每一匹千里马都期待着伯乐 每一个能人都期待着贵人 我们都希望遇到自己的知音 希望遇到能够欣赏自己 认可自己的人 接下来呢 张蓬芳安排手下 给武松布置了一个房间 准备了酒菜 让武松在都监府就住了下来 还特意安排那个裁缝 给武松里里外外做了几套秋装 而且从此以后 武松在兵马都监府 前厅后堂 穿宅过院 不用拿通行证 跟自家人一样 前堂后堂都走得 由于跟张蓬芳关系 就走得这么近了 那身边难免有人 托武松来说句话 办个事 凡是武松提要求 有求必应 张蓬芳逐一答应 这一下 把武松弄得 就不光是感动了 这里边还有感激了 大家知道 武松是个孤儿 没爹没娘说来话长 而且刚刚回到杨古县 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马上就出了事 哥哥还死了 所以武松的心里全是痛苦 全是悲凉 一旦遇到一个张独间 不光事业上是伯乐 而且情感上 还扮演了家人的角色 给了武松无限多的温暖和关爱 你说武松能不感动 能不感激吗 外人给我们的一点点的关心和温暖 我们都会加倍的感动和感激 来举个例子 比如外边下大雨 你淋湿了 进了办公室 一个同事上来跟你说 看淋湿了 小心感冒 来给你倒杯热水 你会特别的感动 但如果你淋湿了以后 回到家里边 你老妈给你倒杯水 说淋湿了 喝点水吧 然后转身去忙了 你就不高兴了 为什么呢 说好了给干衣服 说好了给准备热水 洗热水澡 说好了热饭热菜 这都哪儿去了 我们为什么对外人的关心 觉得特别感动 对自家人的关心 反应就比较平静呢 那是因为 我们对家里人的期待特别多 希望他坐到这儿 家里人坐到这儿 你就不满意 我们对外人的期待特别少 基本上没什么期待 如果他坐到这儿了 你就会特别的满意 这是期望值效应 本来对生人没任何期望 他能坐得跟家人一样 当然你会有超量的感动 兵马多奸张萌芳 跟武松素昧平生 萍水相逢 初次见面 就能表现得这么好 做得这么多 大大的超出了武松的期望 武松格外的感觉到了 生活的美好 世间的温暖 不过我们相信一句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此时此刻武松并不知道 他眼前出现的全是假象 这个兵马都奸张萌芳 那是外君子那小人 外热情那残酷 这是一个笑面虎 他为什么对武松这么好呢 因为他收了张团恋 和蒋门神的贿赂 这三个人沆瀉一气 狼狈为奸 决定要设个陷阱 要把武松害死 武松现在对这些 还都完全没有知晓的 那接下来呢 张都奸设了三个陷阱 来陷害武松 第一个陷阱 利用节日渲染气氛 打动人 那破解方法是什么呢 破解方法就是 考察其行为的目的性 没几天中秋节就到了 这张都奸专门请武松 到后院鸳鸯楼上边 赏月喝酒共度中秋 前面说了武松是个孤儿媒娘 好不容易找到哥哥 不小心这哥哥也被人害死了 武松在他乡身为一个秋徒 过中秋的时候 想想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 你说他啥滋味 那肯定是特别的难受 在这个时刻呢 张都奸出现了 把武松拉到自己的后院鸳鸯楼上面 良辰美景 花好月圆 安排家里人跟武松坐在一起 大家畅想着未来 畅谈着人生 让武松感觉到了感情的美好 家庭的温转 所以武松此时对张都奸 除了有下级对上级的认同 千里马对伯乐的期待 他更增加了一分家里人 对家长的这种热爱 这种亲密 所以这是一点感情上的微妙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种突如其来的殷勤 又该怎样判断这份感情 是否真诚呢 不过像我们前面说的 一份美好的感情你要不要接受呢 首先你得想一想 对方有没有什么目的 他凭什么对你突然就这么好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他对你这么好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看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 他总嘲笑我 说老赵你别读博士了 读完博士以后你这属性就变了 他老是挖呼我 突然有一天他口风就变了 说老赵啊 我觉得读博士学知识 长智慧 知行合一 那也算是登上人生的新境界新平台 我说你今天话风不对啊 他说其实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老赵啊 我表妹想考博士 你能给找点复习资料吗 你看看 他为什么这么变化了呢 因为他对你有要求了 这就是目的性 在社会交往中 我们一般都强调 这种过分的关爱 往往都是承受不起的 人家有可能要人 要钱 要资源 要平台 甚至要命 你给得起吗 像武松这种 就属于张都坚不提任何要求 素媚平生 平水相逢 突然之间就十倍的好 百倍的好 那恐怕这就是一个陷阱了 从目的性方面来考察的话 就得起点防备的心 他一个陌生人 他怎么能对你那么好呢 这事反常 中国人总结 这叫反常为妖 他不正常 他就有怪事 那么武松没有想这些 一方面因为武松刚直 想的不多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武松确实很缺家庭的温暖 你看很多人经常说这句话 我知道你是骗我 但没关系 你要骗我 能骗我一辈子 我也愿意 大家想想为什么有人会说这种话 因为确实缺温暖缺关怀 我就需要这个 武松就属于这个类型 张都坚一上来 利用自己高情商的骗局 就让武松解除了防备 接着呢 他就启动了第二个陷阱 利用个人感情制造假象 麻痹人 破解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冷静对待 坚持日久见人心的方法 中秋之夜 当武松特别感动的时候 张都坚就寄出了一个感情的法宝 双手一拍 说来人 脚门里边 一聊聊就进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 这是张都坚府上弹曲的一个养娘 叫做玉兰 人长得好 嗓子也好 那曲弹得更好 张都坚说 这里边没有外人 五都头也算是咱们自家人 说玉兰呢 良辰美景中秋佳节 你就唱一个跟中秋有关的曲子 给大家听一听 这玉兰呀 舒展歌喉 给大家唱了著名的苏东坡的那个诗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武松听着玉兰唱这个曲 想起了自己人生的起落沉浮 悲欢离合 那你说能不感慨 能不感动 能不感伤吗 最后一边想 玉兰还一边在那唱 人又悲欢离合 乐有阴晴缘缺 此事古难全 当此良辰美景 听着这个歌声 武松心里的那些孤独寂寞感伤 一瞬间全转化成了 对张都坚的感恩和感动 就觉得这兵马都坚 这简直是我的亲人呢 看着武松啊 那个眼神 张都坚心里有底了 这大英雄 他心里有变化了 张都坚就启动了法宝 他要给武松介绍对象 张都坚说武松啊 这玉兰的诗词歌赋都会 弹琴唱歌都懂 擅长音律聪明伶俐 人样子也不错 从小看他长大的 你是英雄 他是美女 红粉家人配这个打虎的英雄 这个天作之合 我今天呢 就要把这玉兰许配给你 你不要推辞 我说话算数 过几天 给你们俩完婚 他居然给武松介绍对象 这武松没有想到 看看张都坚再看看玉兰 大英雄心里边 此时此刻除了感动之外 他还有一点点甜蜜 武松要有家世了 我在这扎根了 那有人就觉得 是不是武松被这个美色给诱惑了 其实不是武松被美色诱惑了 而是因为武松动了真性情 都是人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这么美好的感情 他谁都是要动心的 大家看一看 这个张萌芳 这个笑面虎 他是多么的厉害 他利用人性的特征 利用人的心理需求 他来设计陷阱 这招是非常高的 此时此刻 武松对这位张都坚 那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百分之百放下了警惕性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提醒大家 他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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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五除二 就被别人感动了 怀着这份感动之心 武松他就放下了所有的防备 接着问题就发生了 张都坚派手下人去拿那个大碗 说不要用小杯喝 大英雄得喝大碗的酒 其实就是为了灌醉武松啊 几碗酒又下去 武松真的喝了不少 他有点晃了 但是武松还有理性啊 我喝多了 不能吐再当场了 这多失礼啊 所以武松晃晃悠悠 站起来告辞 张都坚点点头说 好 玉兰呢 你去送送他 这玉兰脸一红 这武松心一甜一热一暖 谢谢相公 谢谢大家 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 我们又该如何更加准确的去识人用人呢 回到房间以后呢 肚子里边全是酒饭 睡不着觉啊 夜宵吃太多了 满肚子小龙虾 你说怎么能睡着呢 他得活动活动 武松从那个门后捡了一条哨坝 乘着月色到院里边去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 就练了一阵武术 出一出汗散一散酒气 活动活动 感觉好多了 回到房间里边 正是三更天 武松正准备脱衣服要睡觉 突然就听外边有喧哗之声 大英雄侧耳细听 远远的就听有人喊 有贼了抓贼啊 都监府闹贼了 武松身手敏捷啊 拎着哨棒就跳到院里边去了 没有想到的是 左右早埋伏好的君汉 武松冲进去 脚还没落地 人家拿那个长板凳兜起来 哐了一下 把武松就绊倒了 一群人拥上来 妈肩头拢二倍 把武松给捆了个结结实实 大英雄还解释呢 抓错了抓错了 我是武松 张都监一脸严肃咬着牙出来了 点直武松就骂 你这个贼配君 贼头贼脑 贼心贼干 通过这种咬牙切齿 大家能知道 这张都监对武松都有多恨 这么恨的情况下 还能坚持这么多天 问长问短 亲密无间 你就想想这个人 他有多可怕 张都监说 我对你这么抬爱 还想让你当个军官 还给你介绍姻缘 你就干这种勾当 你对得起我吗 武松还解释呢 武松说恩相啊 冤枉了 我是来抓贼的 我不是贼 张都监说 来人 搜他房间 结果压着武松回去一搜 搜出一堆金银 一银酒去 还有一二百两银子 武松都傻了 这哪来的事啊 所以张都监派人 把武松压到后院密室 第二天就直接送到知府衙门 压进了死丘牢 进了死丘牢 这一瞬间 武松啊才明白 咔啦一下 心里开了一扇门呀 我中了人家圈套了 这什么做衣服啊 介绍对象啊 关心职业生涯呀 称兄道弟呀 这全是假的 这个笑面虎 为的就是设套 做局 把我整死 所以武松 坐在牢房里边 开始反思 暗起暗憋 有机会我一定报仇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提醒大家 武松在张都监府里边 有两个细节 他没有注意到 我们必须要加以注意 第一个细节 在生人的家里 不要有金钱的往来 武松在张都监府里边 人家给点钱 他都收到藤箱子里边 人家送点礼物 他都装到藤箱子里边 金钱的往来 在人家里边 这么正常的进行 这叫瓜田里下 犯了嫌疑 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在这陌生的场所 公务的机构 在生人的家里边 最好不要有金钱的往来 瓜田不纳足 李下不整官 这是要犯嫌疑的 第二个细节 在生人的家里边 要有熟人的交流 武松在张都监府里边 做了一个长水 也算是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张都监就 这一段时间 一直把武松带在身边 绝不让武松 跟过去的朋友 特别是金眼雕诗恩 有任何的往来 任何的交往 大家想一想 这种隔绝的做法 本身就包含着阴谋 大家看看 那个年轻人谈恋爱 小女孩交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就要求 这女孩搬到自己这来住 同时跟过去 所有的人都断绝关系 绝不能跟别人保持联络 大家想一想 这是交朋友吗 这是绑架 所以如果有什么人 跟你发展感情的时候 要求你断绝跟过去 所有旧相识的交往 跟他们隔绝所有的阴信 这实际上都包含着 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都是陷阱 我们再次强调 大部分 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因为情令至婚 动了亲情 动了感情 动了爱情 感情太多了 就把这理性扔到一边了 我们经常说一个成语 叫做似水柔情 各位 这感情很美好 但是它确实让人注意力下降 智商降低 所以什么叫似水柔情 就是让一个人脑子进水的感情 什么叫火热的似水柔情 就是让大英雄脑子进开水的感情 我们提醒大家 动十分感情 得有一分是理性 让你的爱冷一点 不要太狂热 那么高明 那么精心的武松 在这感情的公式之下 都不自觉地上了圈套 那眼见着武松被抓到知府衙门里边 判了重罪 进了死丘牢 谁着急 自己人着急 金眼雕 施恩 风风火火 匆匆忙忙 从快活林赶回老成营 来见自己的亲爹 家有一老等于一宝 有事还得找亲爹商量 这老爷子有办法 施恩把事情前前后后告诉了 这施老先生老管营那真是江湖经验 官场智慧特别多 他给施恩分析了四点 第一点 人家必然是做套做了很久 这个陷阱啊 早就准备好了 量身定做 这武松中招是难免的事 第二点 既然人家动了这个心思 绝对不会留活口 必然要把武松往死里整 第三点 从法律上来讲 武松顶天是个入室盗窃 这也不犯死罪 那既然对方坐套已久 往死里治武松 可是武松的行为又不犯死罪 对方怎么达成目的 就是第四点 他们一定会在监狱里边动手 暗害武松 眼前要做的 就是找一个内部的人 暗地里边保护武松 所以我们特别佩服这老管营 看问题 冰雪聪明 一眼洞见了关键点 诗人一拍大腿 说 父亲 那劳成营里边 我有自己人 有一个康杰级 跟我过去关系特别好 交情默逆 我可以去托他吗 找到这个康杰级 奉上了二百两银子 这康杰级就给提供了两条信息 第一条 老管营的判断完全正确 上上下下 所有的人都送了银子 就要置武松于死地 那第二个信息 是能救武松性命的信息 说整个这个知府里边 上上下下只有一个人 不愿意陷害武松 这个人叫做叶孔木 专门管审案断案的 这个人坚持原则 同时对武松大英雄 又存了几分敬佩 他认为盗窃罪不致判死刑 在这事上 跟知府还起了纠非 发生了几句争执 我们只要做好叶孔木的工作 就能保住武松的性命 一条信息值千金 这施恩立刻准备礼物 来拜访叶孔木 把前前后后来来去去 都跟叶孔木说了一下 叶孔木证人君子 敬佩英雄 又坚持原则 不随便坑人害人 所以就跟施恩就商量 在审判的时候 断案的时候 一定要保护武松 那接下来的事情 就比较好办了 沈岸的这上面 有叶孔木 帮助写判词 帮助这减罪行 能从轻就不从重 那监狱里边 有这康杰级 管吃管喝 安排饮食 暗中保护 防止暗害 武松呢 一下子就过得比较自在了 不过这个轻松自在 就让另一些人特别生气 特别着急 就是张独坚 张团练 蒋门神 这一干恶人 所以张独坚就启动了第三个陷阱 这个陷阱叫做 利用权力资源 暗设机关害人 那他的破解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找准时机 抢先反击 对方要暗设机关 如果不抢先反击 那必然中招 话说啊 这个叶孔木来找知府 知府起先就认为 武松真的是 建材起义 乘夜偷东西的人 叶孔木把事情前前后后 向知府一亮底 知府发现 哎 这张独坚没跟我说真话 花了那么多钱 让我置武松于死地 原来是坑人害人 所以知府也转变了态度 有了这叶孔木的帮 有了知府的托 有了康杰级的宝 三道保险 保住了武松的性命 张独坚甘昭级没有办法 因为他本身是个兵马独坚 是个军队的官员 宋代严格执行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军人不能干政 客观上讲 宋代的这个管理制度 保护了武松 张独坚甘昭级没有办法 居压期到了以后呢 知府暗许 叶孔木呢 从轻发落 给武松判了一个 打棍子二十 赐佩恩州 不过张独坚有办法 既然是平台上圈里的人 他就有资源 张独坚就买通了 这两个防送的公差 安排了一个陷阱 准备在半路上动手 暗害武松 然后再报一个路上 发病突然死亡 这也做得不险善不漏水 而且一切都是暗地运作 无人知晓 神不知鬼不觉 这就符合我们平常说的那句话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话说呢 把武松判完以后呢 两个公差压着武松 就出了孟州城 走了不到二里地 路边的酒店里 就钻出一个人 这人是谁呢 金眼雕诗恩 接下来呢 诗恩就想请武松 还有两个公差到路边喝点酒 没想到两个公差 一反常态 平时喝酒也喝得 吃肉也吃得 今天 一副凶恶的嘴脸 酒也不喝 饭也不吃 要求武松 马上就走 不要连累我们 诗恩一看话头不对 掏出十两银子 要给两个人 神奇了 两个黑心的公差 居然连钱也不要 不要 就必须要加快速度 他要走 前面我们说了 反常的事情背后 必定有反常的原因 诗恩也不跟他争辩 诗恩掏出一个包袱 记得武松的腰上 接下来说了一段话 他低声耳语 跟武松说 只是路上 要仔细提防 这两个贼男女 不怀好意 这叫提醒 诗恩看出来了 武松也看出来了 今天两个借差 神色不对 眼神不对 武松暗自点头 说贤弟你放心 我早有准备 接下来两个人 撒泪分别 武松甩开大步 腾腾腾就往前走 诗恩把两只烧鹅 挂在武松的夹子上 武松一边走一边吃 吃完这只吃那只 五里地吃完两只鹅 武松甲义吃得很香 其实都是假象 做给两个公差看的 走出五里地之外 发现路边站着两个陌生人 腰里挂着腰刀 手里拿着泼刀 泰文靴鼓鼓着眼睛倍亮 一看就是练武术的 两个人远远地 给两个借差识眼色 四个人就合作一处 说啊兄弟 你好 你也在这 我也在这 咱们顺着一起走吧 好一起走 武松发现了 这贼人有帮手 现在的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两个借差有两口刀 两个水火棍 这两个刺客有两口刀 还有两个破刀 手上家伙都很硬 武松赤手空拳 而且还带着一个大家 手上只有两只鹅腿 什么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大英雄必须要抢占先机 抢先动手 才有可能保住自己性命 在武松的招非常多 走不远的就发现 前面出现了一袋水面 几条野河绘在一起 芦苇丛生水面宽阔 滔滔的河水 汹涌的往前流 旁边有一宽板桥 上面有个牌坊 写着三个大字 飞云谱 武松假装要截手 要敬手 先来问借差 说公差哥哥 这是什么所在 借差就急了 你没张眼睛吗 看三个大字 飞云谱 武松说 走到桥上 我想方便一下 我想敬个手 借差说 懒驴上墨屎尿多 你这事真多 好吧 你去吧 这公差的想法是 趁你接手的功夫 背后一刀就结果了你 所以两个刺客 就低着头 一步一步地 向武松身边就靠来 其实武松啊 是卖个破绽 引诱他嘛 两人走近了以后 武松那身手有多快 轻轻地 舌尖一滴 上牙膛一较劲 抬起一脚 汤把一个刺客就踹水里边 回头另一脚 咔一下 把另一个刺客也踹水里边 两脚踹倒两个人 两人入水 武松顺手就把他们 落到地上的坡刀 就捡起了一把 这边一正咔嚓 大家就已经碎了 从脖子上就脱落了 简单的一个木头夹子 根本夹不住大英雄 武松挺着刀 奔两个借差就来了 借差就傻了 转身要跑脚底下半算 扑通倒了一个 武松一刀接过了一个 回头另一刀 把那个也接过了 砍倒两个借差 再看这两个刺客 还在水里扑通呢 武松二话不说 上去扑吃又捅倒一个 一把就耗住了另一个 刀压的脖子上 说你什么人 这刺客一看 没办法了 只好老实交代 说我是蒋门神的徒弟 受了张独坚 张团恋和蒋门神的指使 来给那两个公差当帮手 要取大英雄性命 武松说张独坚 张团恋和蒋门神 这三个恶人在哪里 刺客说 他们现在孟州城内鸳鸯楼上 就等着我们得手的好消息呢 武松一咬牙咔嚓一下 把这刺客也给结果了 武松啊 从一个刺客身上 解下一口腰刀 随身就有个兵器 把这个妖刀解下来 又整理整理自己的包裹 站在飞云浦的大桥之上 看着滔滔的河水 武松面临一个选择 往前走还是往后走 第一个方案 往前走 这叫远走高飞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现在先离开这个险恶之地 将来找兄弟 回来找那个张独坚 张团恋算长 这叫远走高飞 那如果转身往回走 这是龙潭虎穴 人家早有防备 而且孟州城里边 张独坚张团恋 都是五官 手下人多势众 再加上蒋门神人数众多 武松就一个人一口刀 人单是孤 所以如果往回走 那恐怕是九死一生 此时此刻大英雄怎么想 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 不杀得张独坚张团恋 蒋门神 如何出的这口恨气 所以武松决定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你不是龙潭虎穴吗 武二郎就来闯一闯 甩开大步 带着这口腰刀 武松奔着孟州城 就杀回来了 这孟州城里边 鸳鸯楼上 戒备森严 那真是龙潭虎穴 要解心头恨 挥刀斩仇人 大英雄武松 能不能顺利的报仇呢 在孟州城里边 龙潭虎穴之中 武松又将经历 怎样的挑战呢 咱们下次接着说